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大盤今天大漲206點 有人說今天大漲是因為財政部長劉毅如閃電請辭 我的看法不是這樣 他主張當然是要課徵 附徵 證所稅 證券交易所得稅 但是如果他只是一個傀儡 這個政策不是由他決定的 那只是人家的布袋系 那他請辭不請辭跟金盤有什麼關係 最後那個贏武者 他還是會一樣的同樣的主張 懂意思嗎 所以他請不請辭 關係到這個政策最後定案是不是他 我當然覺得這個政策不是由他拍板定案的 所以他請不請辭 這是一個契機保帥的動作 我覺得沒有很大意義 然後我們看一下 昨天禮拜一早上六十四點 昨天什麼格局 昨天可不可以空 不可以 為什麼 昨天是多方空盤 所以你空會被嘎到 懂意思嗎 今天呢 那如果今天跟昨天的格局一樣 你就不能空喔 懂意思嗎 你要空 必須等轉落的時候再空 今天有什麼 今天是五月二十九 禮拜二 今天又是一個多方空盤 左邊喔 所以今天如果你去空你就被嘎到了 懂意思嗎 當然你最好一開盤就知道 不要等收盤再知道已經來不及 你空已經被嘎上去了 來一開盤 時間九點二十分五十三秒 你就要知道這個叫什麼 多方空盤 今天從開盤到收盤 通通是多方空盤 所以你今天是不能去空的 懂意思嗎 當然我的會員都知道 因為我今天一早就開盤 就跟他們發口訊跟他們講 九點十二分二十五秒 全部的會員都有收到這種口訊 短線跌身反彈 暫時不宜追空 中空格局沒有改變 那只是一個空頭反彈而已 帶反彈力道捷徑的時候再出手 燒彎物照等出手點再動作 這是我今天九點十二分 發給會員的口訊 我今天沒有追空 沒有進場去空 今天中場的時候是上漲206點 當然你可能會說老師你是不是被 這天去放空被嘎到了 5月29號今天十二點四十四分三十八秒 全部的會員都有 最近這五天我們並沒有進場追空 只將空單逐步的獲利回補 這樣才是對的 新會員很多人剛加入 前天禮拜四禮拜五 很多會員剛加入 哇老師你賺這麼多錢 剛剛加入趕快帶我們空 我說不行你不要急 該進場我會帶你 你不要急 懂意思嗎 所以這五天我並沒有進場去追空 只將空單逐步的獲利回補 這樣做才是對的 請你耐心等待我下一次出手 還會大有斬獲 目前的格局到底什麼格局 今天是五月二十九 所以你看如果你這五天特寫 如果你這五天沒有把空單揮補 你就被嘎到對不對 這幾天是不能追空的 懂意思嗎 所以我想剛才摳訊的意義就在這裡 大盤這一波拉為1123點 目前做一個反彈 今天是反彈206點 那請問這個格局 我們說今天是反彈 我一開盤就跟會員講 那我怎麼知道 這是股承系統 大盤的格局 這個畫面在股承系統F5 你再按999你就看到 原來短線要反彈了 當然一開盤我就知道 為什麼 9點20分31秒就知道 因為三線接近零走 他即將要反彈了 懂嗎 收盤的時候在這裡 他一開始做一個反彈 但這個反彈對不起 他只是短線 短線就看999 他只是一個短線的反彈而已 中空的格局完全沒有改變 所以你不要高興了太早 懂意思嗎 那我們看這一天 今天是反彈 5月29號反彈 206點 那我們把時間往前推 推到前幾天 5月2號的時候 這一天大漲175點 那請問這一天的大漲 有沒有替大盤解除下跌危機 有沒有5月2號這一天 這一天有沒有 特寫 有沒有解除危機 大漲175 最後呢 砰 又跳下來了 頭這邊 大漲就看多嗎 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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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漲就看多你必然是輸家 懂意思嗎 這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這一天大漲175有沒有用 沒有用 後面照再跌 頭這邊有用嗎 沒有用完全都沒有用 為什麼 所以5月2號很多人去追 追完之後 受傷了 跌下來有沒有 受傷了 為什麼這一天我不會去追 我還是跟你講 非常堅定跟你講 這是一個空頭而已 沒有改變 為什麼 5月2號特寫 5月2號大漲175 你看到漲我看到跌 什麼格局 空頭格局沒有改變啊 所以當你追加進去 最後你受傷了 為什麼 追在這裡啊 這天大漲175 後面你就受傷了 懂意思嗎 什麼格局 就這一天嘛 什麼格局 就這一天嘛 空頭格局沒有改變啊 當然你會說 今天不是漲175 今天漲206 比175都很多 好 既然你要這樣講 我再舉例 這一天 這一天 什麼時候 都沒有改變啊 這天是民國97年7月23號 這一天 來 這一天 買對不對 不對啊 這一天多少 這一天在這裡啊 這一天就這一根 大漲 97年7月23 大漲224點 今天漲206 哇 比那一天 這一天比今天漲還要多 97年7月23 當時馬總統剛就任 從9300跌到3900 中間有一天大力反彈 你看 224點 比今天206還多 那這一天 就這一天啊 來這裡 來特寫 你看跌到這裡反彈 那請問後面有高點嗎 好像沒有了喔 咚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7300 後來跌到3900 天啊 又再夭著50% 到這邊啊 所以看到大漲就是翻多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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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的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 當在空頭格局的時候 反彈通常都是無效的 就算漲224點 這一天 這一天 這一天就是 97年的7月23 這一天跌升之後一個反彈 224點 依然沒用 最後還是破底 從7300又跌到3900 我想我這已經講很多例子了 所以你覺得今天大漲就有用嗎 那你何不來問我 為什麼當時這一天 這一天 7月23 為什麼這一天最後反彈無效 我們把它看古神圖來 特寫就這一天 這一天 有效嗎 沒有 空頭格局沒有任何的改變 最後呢 最後從7300跌到3900 在這邊 懂意思嗎 這個歷史的教訓不遠 不要忘記了 來 請問今天是5月29 那請問今天反彈有效嗎 來特寫 今天漲206點 哇你一定覺得好強喔 對不對有效嗎 不好意思喔 你看到反多我沒有 你看多我就祝福你 同意是吧 我沒有看到反多 所以我們這格局到底是什麼格局 後面喔 你到底認為這什麼格局 我們來看看什麼叫底部 觸底它有一定的形態 底部的形態在這裡 第一個叫V型反轉對不對 第二個呢 W底打了兩次 第三個叫多重底 打了三次打了四次 很多很多的底 這叫多重底 對不對 那這個呢叫圓形底 越來越破越深 然後最近開始反彈上去 這叫圓形底對不對 這叫頭肩底 右肩一定比左肩高 叫頭肩底 甚至底部形態也有K線三紅冰 打底之後 連續拉三根長紅棒 有沒有有可能要做一個反彈 那請問目前大盤的形態 有沒有符合這形態 有嗎 沒有 一個都沒有 不好意思一個都沒有 所以你那麼要大漲 我說沒有 我不認為啦 所以我不會追多單 你問我說我現在有沒有 今天買任何多單 沒有 有沒有 買多單 我當然祝福你 但是我不看好 來 我們上漲五波 下跌三波 上漲的時候拉回 拉回是什麼 是買點 上漲的時候拉回是買點 對不對 這邊呢 下跌的時候反彈是什麼 是賣點 因為它會在破底 聽懂意思嗎 這道理你要聽得懂 聽不懂你就慘了 來 再講一遍 多頭拉回是買點 大漲壓回 這是買點 我也在創新高嗎 拉回是買點 會在創新高 空頭的反彈是賣點 跌升之後反彈 反彈會怎樣 會在破底 所以它是一個賣點 那請問現在多頭還空頭 剛剛講過啦 股權系統告訴我們 現在是什麼格局 現在是空頭格局 來 為什麼 因為區域現在空方嗎 根本沒有收斂 沒有往修正的跡下 懂嗎 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今天有多單的人 請問他是誰 就這一波做錯套牢的人 很多人這一波做錯套牢 都不敢講 你今天終於看到了 為什麼 他會很高興 哇什麼股票漲 什麼股票漲 那就是套牢的人 懂意思嗎 所以你問我說 我沒有手邊股票漲 對不起我沒有任何多單 那有多單的 99.9%都是輸家 除非他這一波通通空手 今天早上買進 有可能會贏 一點點有可能 但是我相信都不是這樣 都是沿路買多下來的 所以今天跟你講 所有股票有漲停板的 全部都討好 來 股神巴威特講的最好 他說只有退炒的時候 你才知道誰光著屁股游泳 懂意思嗎 平常大家都變假 不敢講他套牢 當然是今天大漲 每個都算有多單 原來是套牢的 對不對 原來如此 他如果今天沒有大漲 你只知道他套牢 只有退炒的時候 你才看到誰光屁股游泳 只有盤子大漲的時候 你才知道誰做錯方向了 為什麼 通通通做錯了嗎 大盤跌下來 跌那麼深了 買多單當然是錯的 來 股票上會多空循環 多頭不斷上漲 漲不上去變空頭 空頭不斷下跌 跌不下變多頭 那請問目前有修正完畢了嗎 目前有準備要翻多了嗎 今天是5月29 大漲206.0 有嗎 沒有 很抱歉喔 不好意思 有沒有 有沒有 只是一個劉伊汝下台就能夠漲了嗎 政策是他決定了嗎 你確定嗎 有沒有 來這今天的報紙 四個月 四月份的景氣燈號 已經連續六個藍燈了 有沒有 連續六個藍燈來特寫 本來是綠燈 綠燈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綠燈可以走 接下來黃藍燈 代表有點衰退跡象 接下來藍燈對不對 藍燈一個月 兩個月三四五 有沒有 六連續六個月的藍燈 代表什麼 代表景氣再衰退 景氣衰退股票大漲 好像不是這樣 來 台晶園說景氣藍燈 可能要連續九藍 目前六藍而已 還有三個月 很糟糕的 所以很簡單 你想想看你現在錢是越來越多 物價越來越便宜 還是物價越來越高漲 錢越來越難用 越來越不能用 你想想看這個問題 上次連九藍 學者說這次要擺脫藍燈 可能要等更久 比九藍更久 現在六藍而已 你覺得真的OK了嗎 沒問題了嗎 這個人叫台灣守護 郭台銘 他說全世界準備要過苦 為什麼 歐美不好 中國出口衰退 明年年底工資 要追過台灣 天啊 你覺得這盤真的要大漲沒問題了嗎 漲到一萬點了嗎 我們最好希望它漲到五萬點了 但是如果沒有呢 你平常不追迷信基本面嗎 這基本面很強嗎 那如果沒有你到底在追什麼 來 方向錯誤快跑沒有用 你要記得很多股票 不要高興的太早 舉例一下 育龍汽車今天漲停板 那我們來思考一下 今天有育龍的人是賺錢還賠錢 高點六四 低點跌下來到四十幾塊 那你想想看 這樣一波跌了快三成 那請問現在有育龍汽車的人 是賺錢還是賠錢呢 應該是賠錢居多嘛 很可能 不大可能說買到最低點 通常都是一路套下來的 所以我們看他打一個什麼 好像打一個雙重底還有W底 對不對 那請問 育龍好了嗎 OK了嗎 台灣的汽車銷售創六年的新低 有聽過嗎 來 有沒有請問翻多了嗎 我沒有看到任何翻多的跡象 你要去追我祝福你 但是我絕對沒有 不可能去買這種股票 為什麼 他根本沒有翻多嘛 來 中華汽車也是一樣 今天工上的漲停板 我們看中華汽車 跌那麼深 從三四跌到二十二 跌拉回三十六趴 目前的頭面有沒有打底跡象 不好意思沒有 這什麼底 這不是什麼底 什麼底都不是 來 什麼格局 空頭格局 高檔只要出現賣出去 目前有翻多嗎 沒有 所以你買我當然祝福你 但是我不會去買了 來 汽車類股 感覺好像打一個什麼 雙重底 來看一下股城系統 有嗎 沒有 根本沒有翻多了跡象 所以你覺得看好 那我只能祝福你 這種股票我不看好了 來核心 今天很多股票漲停板 我知道很多人都性高財烈 非常非常高興他的股票漲停板 但是其實內心呢 有沒有 含著眼淚帶著微笑 為什麼含著眼淚 天啊 他不是買今天漲停板 他是高點跌下來的 從18塊跌下來的 跌到9塊跌到8塊 好不容易今天拉一根漲停板 本來跌五成的 現在跌四十幾趴 投資票你覺得他今天有股票的人 是會高興還是會笑還是會哭 應該是含著眼淚帶著微笑 為什麼含著眼淚 一千萬已經賠到四百多萬 當然含著眼淚 那為什麼帶著微笑 今天漲停總不能哭吧 雖然跌很深 漲停總是要高興一下嘛 但是高興會不會很久 不會 因為跌太深還是套勞 所以你覺得今天有核心的人 是演還是輸 輸家嘛 對不對 哇天啊 這幾個月前就跟你講不能買了 那你為什麼去買核心 你買這一段呢 你買了三四個月你會賺錢嗎 不會啊 那你應該買哪一段 應該買這一段啊 這一段啊 這一段三千萬多啊 那請問這一段你有買嗎 我相信很多人沒有買 誰有買舉手 就是我買的 來買這一段 這一段是不能買的 買這一段 不好意思 賺124%而已 從11月18買到3月5號出廠 到今天沒有再買 出廠後就沒有再買了 11月18到3月5號 就是這一段了 看懂嗎 總共買幾次 7次 來 11月18 8塊多買的 17塊賣掉 3月5號賣掉就沒有再買了 到今天 那如果你賣17 你可能套17喔 對不對 最高點18 現在呢 現在11塊 你看你賣17多爽啊 哇 11塊而已耶 那如果你沒有賣你現在套6塊 掌停板有什麼用 還是套牢 什麼叫股票操作 投資本你覺得什麼叫股票操作 這叫股票操作 這叫賺錢啊 你多久沒有藏到賺錢的滋味呢 就像很多人啊 家裡可能比較貧窮你的小孩 你多久沒吃到雞腿了 叔叔我三個月沒吃過雞腿了 鄉下小有的很可憐 經濟不好喔 爸爸媽媽也離婚了 媽媽又跑不掉跑哪去了 阿嬤在帶 小朋友看他全身都吐 小朋友你最近吃得不好 我看你面晃雞壽 叔叔我三個也沒吃雞腿了 好可憐 那我問你 你什麼時候沒有藏過 多久沒藏過賺錢的職位呢 你告訴我 你有藏過這樣賺錢的機會嗎 賺這麼多嗎 沒有喔 很可惜喔 來神機今天掌停板 我們看你今天有神機是贏家還是輸家 你覺得最近買神機是贏還輸 應該是輸嘛對不對 為什麼這段不買 喔這段要買 喔天啊 這段買一定有大錢賺 你買這段應該都是輸的比較多 對不對 要不然來賺買這段啊 有嗎有啊 不然我怎麼會賺105% 小朋友 股票操作說真的充滿了專業 差一點點你就完了 你就輸光了齁 來 紅準今天掌停板 很好啊掌停板 那請問掌停板 今天有紅準的是贏家還是輸家 你告訴我 請問他是贏家還是輸家 你可能今天有紅準 那你是贏家還是輸家 你問你自己 你是贏家還是輸家 來你告訴我 你一定輸家對不對 為什麼這段我不會買 我們打開股神系統 我們打開股神系統 哇天啊你買這段怎麼會贏 翻多了嗎 沒有空頭反彈而已 反彈到小心再破地 這種股票我是不會買 但是你拼命買 所以你不斷不斷在做錯誤的事 買三線翻空的格局的股票 你怎麼可能會贏 所以你的錢必然會越來越少 你的腳步必然會越來越亂 你的生活必然會越來越苦 來台俊今天漲停板 請問今天有台俊人是贏家還是輸家 老闆你告訴我 你應該買這段才對嘛 這段不要玩了 來 為什麼 股神系統我是這樣說 所以同時沒有這段要做什麼 要放空 空完蛋要記得要補 漂亮 不多啦 我們賺18塊 4月32號回補 回補完就沒有再玩了 18塊把它放到口袋多爽 一張一萬八 買10張就18萬放到口袋裡面 好爽 立起 什麼格局 你告訴我你這段買你會贏嗎 來 為什麼這段不能買只能空 這兩股票是我放空的標的 已經獲利會補了 有沒有 原因很簡單 來這兩股票一樣 今天工上漲停板 那你覺得今天有精銳人是贏還輸 應該輸價比較多 這兩股票一樣 我們賺6塊6獲利會補了 有齁 原因很簡單 這轉空的格局 反彈呢 反彈我不會追 甚至找機會 我會再空它 時間的關係太多股票了 講不完可乘 你這半年這三個月買可乘 你會賺嗎 不可能 你一定是輸家 做什麼 空它 空它 空它你就是贏家 對不對 城統 半年這三個月你去買空城統 你去買城統一定輸 空城統一定賺 有沒有 有啊 不多了賺123塊有沒有 32加91 不多了 32加91就是123 你看多輕鬆多快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不是這樣做 對不對 漲停板很好啊 漲停板來 那請問漲停板是贏家還是輸家 你今天買多的是贏還輸 應該輸才對嗎 為什麼這段我不會買多 這怎麼買這三線跌破啊 所以要做什麼 要空它啊 請問你有空嗎 你有賺這麼多錢嗎 你曾經一檔股票賺這麼多嗎 有嗎 我已經空十次了 所以股票操作真的是微妙存乎一心 這很難去形容很難去體會的 你之前做錯了 你這次不要再做錯了 做錯一次 你要翻本就很困難 你一千萬賠到甚至五百 你什麼時候回一千啊 現在大盤七千點 你要找到一萬四才能回七千 好像回到你的一百一千萬 那要多久啊 搞不好根本就不可能 你少做錯一次 你就多一次贏了機會 有沒有道理 任了一步都不能踩錯 踩錯你就會很辛苦了 偷偷邊喔 美好的一仗我已經打完了 下一仗我準備隨時會出手 上一次你沒有跟到的 這一次你務必要把它跟上 我們進一段廣告再回到現場 這樣有了 最後是天啊 在這一次你沒有救了 我們可以看錯了 那天 還有一年 好嗎 我可以看錯了 兩天 我們可以看一下 找到 我覺得 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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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现场 大盘这一波上涨1560点 拉回1120几点 一个上涨一个下跌 但是很多人都做错了 来我们看一下上涨6609到8170 1561拉回头面 8170压回到 这个今天的低点 总共是下跌1123点 这样一个拉回 它就是一个多一个空而已 不是很简单吗 可是多少人做错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一个客观的工具可以看 它不晓得股神系统这段三线反多 它不晓得三四月之后高点出现反压 开始整理 整理完三线跌破 这段呢空头格局 今天大涨206点 对不起 它只是一个空头格局的 短线的反弹而已 所以这种格局你不要去追 懂意思吗 所以很多人后悔 6600没有买 8000追上去刚好追到最高点 如果历史从来你不要犯同样错 对不对 这里要记得买 我们一定有买 12月1月2月3个月过去 2月就是最高点 今年的最高点 总共大赚特别会员做30笔 大赚265 普通会员做34笔 赢33笔大赚80元 接下来开始跌了 跌要做什么 反锁放空 4月12月开始反锁放空 到5月24 大赚374 这总统会员做13次 扣信在这里 有了 不多了 374块而已 赚到小兮兮 摊得容易哭 很高兴 特别会员做14笔 大赚275 总共做14的 不多了 哇天哪 赚得多轻松多快乐 多么的愉快 这是赚到小兮兮的 赚高走路都会吹哨子 口袭啊 太爽了 来 多么 不多啊 275 这是何等的数字啊 想想看啊 如果你有这样的操盘功力 你看你的人生会多么的美好 对不对 所以有些啊 这个观众 在路上碰到我 跟我聊聊天 最后跟我说 如果能够偶尔常常 不小心就碰到张老师 碰到张雨明 常常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多好 他就不会买出股票了 如果常常 可以跟在张老师身边操作 那多好 天天跟在张老师身边操作 那多好 哇钱都赚不完 对不对 有没有 但是我跟大家讲 你可能做错了 你可能这波做得不好 但是股票市场是残酷的 今天发生的 明天还是会发生 你放心 少犯一次错 你就多一次赢了机会 不要一直在重复犯同样的错 懂意思吗 一变又一变 这是爱因斯坦讲的 一变又一变做错事 而期待有不同的结果 那将会精神错乱 你老是在买三线转空的股票 你希望能赚大钱 不要做梦 那是没可能 懂意思吗 如果能够赚到钱 这是你想问的问题 我把答案告诉你 第一个 看得懂的人 你就赚到钱 第二个 能力变强 你就会赚到钱 谁能帮助你 唯有强者才能够帮助弱者 赢家才能够帮助输家 有没有道理 我们见到这里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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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